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到大美督 少不了要走上船湾淡水湖 我们去看看 很多人踩单车 其实就算走上去都不算很难走 或者会很远或者很斜 所以如果不懂得踩单车的朋友 进来赵鱒敲都可以走上去打铃铛 上来就是水坝的人拍照的位置 哇 好长啊 2公里 你假日来的感觉就像去年宵街市 这里有很多人踩 风筝真的很漂亮 尾巴很棒啊 好像做什么厉害的颜色 很像吗 这个是自己卖的 卖的 下面似的也可以卖 你见真的 逢星期六日 这里就是一大堆的 香港市民团 因为踩单车真的很常见 以前是中学时的 过星期下都被人抓 他说去踩单车啊 肥仔一跌下去 就连一部单车都失去 真的很久无事 对上一次你在沙 通常都是这样算 大围沙田算 踩进来这单 对上一次是多久之前 我人生中做过一次的 这个电线 做一次吗 起码都他试过 我怕他没有试过 你试过 对上一次半 应该这么说 我想问一次半 还是半是什么意思 那半是原本想踩完回去 我要做事的 然后去到一半的时候 大家休息一会 没时间 然后就发着头 我自己一个走了 但是一次半 我觉得都辛苦的 我不是很喜欢踩单车 不喜欢啊 quit了他 现在这个天气 就是 就算这个热热热也好 本身这边两边的风 撞过来也很舒服 出来郊游走不脱的 都是自然教育境的 我们现在身处这里 去完大美督 那来到这里 就是新浪潭自然教育境 还有另外 对面呢 还有一个八仙岭的自然教育境 那新浪潭 个个都来得多 见得多 听得多了 那我自己真的没来过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沿着楼梯下 就可以见到这条福布了 在这里 沿着楼梯下 见到一条桥 那条桥的对面 一路走就是我们的自然教育境 另外最著名的瀑布 就是现在 在一条桥看下去 有些人站在那边 那就是瀑布的顶 好 大家看不见到 身后这片猫海 今天呢 是我人生第二次来到这里 最多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是跟电单车转上来 这女儿都被你们混了 你不想我怎么 那是第二次过来了 很近距离接触 即以后那只 很小时 我之前去过滑雪的时候 在日本 那里也有一座山 有一座公园 有很多猫猫住 那时候我已经很近距离接触过 现在来到 在香港的本地猫猫 好 看了身后的猫猫 是否很可爱呢 那其实呢 这些猫猫 都是属于野生的猫猫来的 那有些人过来看的时候 就顺便带很多食物过来 那其实很多 有机会都是加工制品 有机会害了他们 还有呢 其实你强久地去喂他们 他们有机会 会丧失了他们本身的 天生的 有独猎狩猎 还有找食物 生存的能力 所以其实 最好 真的过来看一看就好了 还有刚刚 其实看到那些小朋友 看到猫猫追 会害怕 会走 那其实你真的越追 它就越跟你追 所以 为了安全起见 静静地 远远看就好了 不要去捞他们 不要跑 不要引他们去搞你 最重要是开心的 出来 方家做什么好 当然是参加我们的 二和团义工活动 可以亲亲大自然 又可以一起 为我们的香港和环保 出一分力 还等 快点inbox参加